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我阿朗 剛剛過了的 不是這個禮拜的事 其實已經是上個禮拜頭的事 就是當我們還在辦公室很辛勤地工作 是不是很辛勤呢? 當然說是的 是很辛勤 我的工作也很辛勤 還有一條很震驚的消息 甚至乎 第一眼是不相信的 就是David Bowie這個世界搖滾樂壇的傳奇人物 其實他就不只是搖滾樂壇 我已經覺得是跨了 Pop 和 Rock 和很多不同的電子 如果這樣的話 音樂界的傳奇人物 David Bowie 就過了69歲 甚至乎是因為是David Bowie的醒日 抗癌18個月之後離世 其實我們一路都沒有聽過 David Bowie 是有癌症的消息 他一直都把這個消息很保密 當時第一眼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還有一些懷疑 就是他早兩天才出完新碟 好像也是 那天星期一 再上星期五才出了新碟 Black Star 那天他生日出了新碟 Black Star 然後竟然 咦 禮拜一說他死了 我可以上網看一看 是假的 是他推特是不是被人head了 但不是 因為我看的第一條消息就是BBC出的 我想BBC出的也不會是假的 應該不會像某香港大電視台 那樣誤報這些新聞 沒有什麼理由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之震驚的消息 而David Bowie 在69 年的人生裏 都相當之精彩 在演藝生涯的歷程中 今晚樂氣迷 除了會 今晚樂氣迷 David Bowie 除了在音樂界享負盛名之外 其實他自己也有出現電影的經驗 今晚會講四部 David Bowie 也有份參演的電影 甚至是有做主角的角色 今晚會和大家一起 就是懷冕一下David Bowie 在銀幕上高的風彩 今晚第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其實在David Bowie 的 Filmography 裡面 是他的第一部有份 即是第一部的電影場片 還要是做男主角 都頗厲害 提到這部電影 就是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如果直接譯的話 應該是天外來客 應該這樣 但香港有個很差勁的譯名 叫做天降財神 為何外星人的財神 就聽我們說一下 對了 David Bowie 在這部電影 第一次參演電影 就做男主角 而他的形象 也挺設合他那種 很破格的風格 這次的設定 就是飾演一個外星人 其實他的樣子 跟每一個地球人都沒有什麼分別 但他一個比較上可以 跟人與眾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頭髮 顏色是金紅的混色 還有David Bowie 這部電影 也有一個地球人的名字 就是Thomas Newton 其實他還有一個地球人的驅學 其實他可以 破剋而出 離開這個肉體 然後用他自己的身體生存 但在這個地球 如果這樣用他自己的肉體 實在是太過危險 所以他就一直留在這個地球人的驅學 為什麼Thomas Newton這個人 要來地球 我們一直想像的外星人 應該是一個很高度文明 即他的文明應該跟地球不同 甚至乎比地球高出很多倍才是 的 的而且確 Thomas Newton 在星球上高 星球的文明 的而且確比地球上高 但當他在星球上高的電視 是看到地球的水 是水 而他的星球 也正正是只有泥土 而缺少水分的一個星球 於是因為地球上高的水 而被迷惑了 甚至乎他是甘願 拋棲棋子 來到這個地球 David Bowie 這部電視 除了他的造型 時貌之餘 亦是有妖艷的地方 還有一些個性 就是很怪異和神經質 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挺為David Bowie 這個人 度身訂造的 其實是 是 因為其實本身 David Bowie 有些人都說他是一個外星人 當然這些娛樂八卦新聞 很喜歡傳來無聊的 有人說他是外星人 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的才華 他的才華揚入到 有些人覺得 地球人是不可能有這個能力 去創造這麼高質的藝術作品 即是他在藝術方面的視野 和成就 是 普通一個地球人的視野是看不到 他可以看得更遠 第二就是他本身的造型 剛才說這個角色 他本身是一個金髮的人 這個本身也是他的標誌 挺帥 而且他比較特別 他有一對眼 一隻是藍色 一隻是綠色 這個大家可能看新聞的時候 都見過 據聞是他小時候和人打架的時候 令到其中一邊的眼睛不再變色 就弄成這樣 當然這些真是假 就不知道 不過就等大家更多的想像空間 也有人直接解釋 他是外星人 所以他這樣 這部電影雖然歸類為一部科幻片 但這部電影其實沒有什麼高科技的設置 反而這部電影更加之多是一些 跟David Bowie 剛剛我們所說 他是一個很前衛的一個人 而這部電影也有很多很前衛的影像蒙太奇 在裡面 導演尼古拉斯諾 如果大家熟悉這個導演 其實他還有一部挺出名的Cose片 也挺有代表性的 就是叫鬼光血影 這部電影的另一部電影的另一部電影 就是叫威尼斯驚雲 大家也可以找來看看 這部電影也可以說 開正了尼古拉斯諾這一番 這部電影 剛才我所說 沒有特技 但這部電影反而 就講了另一種層次出來 要講這一樣 就是Thomas Newton 就拋棄器子來到這個地球 坐著這個好像麥多龍薯餅 麥多龍薯餅 我以為這是火車 麥多龍薯餅 坐著這塊薯餅 我怎麼說薯餅 總之坐著這塊地球來到地球 交通工具 但是來到地球後 才發現原來它迷戀的不只是水 甚至乎在地球上 電視和它的情人 Mary Lou 亦都令到它無法 離開它現在身處的地球 因為實在是太大的誘惑了 於是乎 但是 Thomas Newton 在他自己的星球上的家人 最終都是會死的 而Thomas Newton 來到這個地球 都發現自己 其實都是一個 不會老的一副身軀 於是地球上的外人 亦都因為它獨特的身體狀況 亦都離開了它 亦都可以說 注定了 Newton 自己是孤獨一生 是的 其實 好像一個局外人來到地球 見進這個人間冷暖 見證這個人性的黑暗面之後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套戲的思想 亦都要說一下這部電影 很前衛的場面 有一段性愛的場面 其實後來 有很多電影的作品 都有模仿 就是在床上高 用一支沒有裝真彈的槍 互槍對射 這些性暗示 其實在現在來說 應該都已經用得很難 但其實在當時來說 這些象徵 其實是很前衛的 是的 這部電影的前衛 和獨特的影像 亦都令到它在影史上 都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其實它在CC 是有出版露碟的 另外就是 其實在上個月 在CineFan 都有重影過 當時我也是在Vanus 這個戲院看的 是的 而Thomas Newton 這個人 其實在電影中 亦都出現過 一個象徵 其實是已經蓋過了 Thomas Newton 會遇上的什麼處境 就是希臘神話的人物 伊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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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父親次語的翼 想飛向太陽 但又因為它自己太接近太陽 於是它對翼的燒斷 融了 甚至乎掉到海裡淹死 所以這部電影其實是一部 相當之稀 憂傷的一部科幻電影 而且我發現到 即是看完這部電影 感覺上早兩年有一部 應該是大概兩年前 有一部實驗性的獨立電影 就是Under the Skin 香港叫做皮下脂肪 這麼奇怪 這個型號很難看 這部Under the Skin 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有點致敬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所以今晚講的第一部電影 天降財頭 就介紹到這部電影 我們介紹完第一部電影 我們就放下 中央間場一定要放下 David Foyer 的歌 對 現在我們播放這首 即是它比較早期的作品 但不是第一隻碟 是它好像第二或第三隻碟 叫Less Dance 我們播放的就是Less Dance 這首歌其實是 Neil Rogers 和他一起寫的 其實大家應該都會聽過 我覺得這首歌很POP 也都是David Foyer 其中一首 即是不算這個Space Oddity之後 這首是其中一首比較容易入口的作品 比較大眾化 大眾化 以及跳舞的節奏 大家會比較容易入口 大家欣賞一下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第一節講完這個 天降財神 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之後 講一下David Foyer 相隔十年之後 他亦出現了另外一個 又是很妖媚很邪氣的一個角色 這部電影就叫Labyrinth 我們做男主角 都算是男主角吧 算是 對 這部電影就是 David Foyer 演的一個角色 一個叫Jeriff 一個妖精國的國王 但這次不同的是 這部Labyrinth 香港叫魔幻迷宮 魔幻迷宮 這部電影其實也挺不大人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對象更加像是 像是一部合家歡的電影 我覺得 還有這部電影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跟當年之後大概15-16歲左右的 珍妮巴康立 Jennifer Connelly 在那時候演這個 Beautiful Mind 即是這個 有你終生美麗 當時拿過最佳女配角的 我覺得都算是已經是後級人馬 Jennifer Connelly 已經是 對了 Jennifer Connelly 演的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很任性的女孩 就是叫Sarah 因為不耐煩自己的弟弟在那裡 日哭夜哭 於是乎 在他所讀的這本童話故事 就有一個妖精的國王 就是叫Jeff 於是乎 就很鬥氣地 很賭氣 想妖精國王帶他的弟弟走 誰不知David Bowie 就真的在他面前出現了 帶走他的弟弟 但Sarah當然知道自己闖禍了 於是想 當然想 國王交回弟弟出來 但 哪有這麼順滩 對不對 David Bowie 就想 Sarah 走進魔幻迷宮 去找回自己的弟弟出來 其實 就像我剛才所說 其實這部電影不單是一部 很合家歡的魔幻冒險片 的電影 甚至乎 都是一部 光舞片 這部電影 都不是很光舞 有光舞成份 但都是兩三首 有光舞元素 這部電影 起碼都唱了五首歌 這部電影 四五首 至少 David Bowie 是不是包藍嗎 這幾首歌裡面 所有歌曲的作 寫和唱 都是他自己一首包辦 一首不是的 有一首是要徵唱的 OK 但全部都是David Bowie自己寫的 嗯 我都相信 如果這樣聽起來 都會覺得 事業來說 都可以說 如一中天的David Bowie 為什麼會演出這部 這麼老輕鬆的電影 雖然這部電影裡面 David Bowie的形象都很強勢 其實你看看他的造型 都知道他其實是一副 真是很適合 真是一個魔王的形象 都是獨身病重的 是 但其實這個人 都是一個很孤獨的國王 雖然 David Bowie 他自己 他周圍都是一群 穿著戲服的小妖精 但其實到最後 大家都會發現到 都只不過是想吃 Jennifer Garner 就是那個戲裡面的角色 這部電影 如果你說是特技來說 比起第一部多很多 雖然粗糙 但也很有趣 我覺得這部電影 真的很合家歡 在這個大前提底下 我覺得這部電影相當歡樂 不過就是想說 這部電影 剛才你說到 David Bowie 事業如日中天 為何會真的演這些 合家歡電影呢 其實本身他真的是一個 很前衛的人 他真的會很勇於突破自己 做不同的嘗試 你以為他永遠都是 走著那條 唱這些 有一點點 dance song 或者是一些 跟太空有關的歌曲 不是 他之後就出一些 不同的東西給你看 他永遠都是可以 驚訝到觀眾 所以其實 他由80年代 到現在 幾個世代的人 如果是小時候 開始聽Bowie 接著就 聽那個年代的Bowie 大家對Bowie的感覺 都會是不同的 如果小時候 看這部電影 認識Bowie的話 可能他的印象就不知如何 真的 對 你這樣說 都有點難想像 但就我所知 我所認識的不同年齡層 由我爸爸 或者一些大概三十多歲的朋友 甚至乎 我們這個世代 我和阿朗這個年紀的年紀 對David Bowie的評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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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當之好 真的 是一個相當之革命性 很前衛的音樂人 當然 這部電影 真的不太差 對我來說 也不是很差 對 如果想輕鬆看 就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也要 作為一部合家歡的電影來講 其實這部電影的場景和細節 都頗有心機 除了Sera要穿過這個迷宮之外 其實後面 舊弟弟裏有一段 中環交錯的 一個奇異樓梯 是的 但這個畫面 不只是Harry Potter 其實有一部 近幾年才推出的一部恐怖 經歷恐怖片 也有致敬過這部畫面 在說的是 Cavin in the Woods 你看那個 Poster 都已經知道 其實也有向Labyrinth 有致敬的成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看David Bowyer 這部電影裏面 又是另類的造型 是的 可以有幾個 可以勇於突破自己去做不同的嘗試 我覺得這部電影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是的 現在大家看到這張圖片 看到他拿著水晶球 當時有幾個畫面 就是他拿著手去玩水晶球 其實挺厲害的 他的手指很靈活 他的手指真的很靈活 有些彈結他的人就是這樣 當然會彈結他 不然他自己都 當然會彈結他 所有的 我不知是否所有 但他至少有彈結他 是的 還有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都會 如果大家看過這個六野先中 The Wizard of Oz 都應該會幾熟口面 對於這個故事 所以可以介紹給大家看 我們第二節講完這個 Labyrinth之後 我們播的第二首歌 是 現在我們播Heroes 其實就是 David Bowie 他作歌很多時候 都會是 除了一個藝術性之外 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性 就是第一隻我們播的 Last Dance 其實MV裡面 如果大家知道 上網看 是跟這個澳洲的土著有關 那現在講的這首第二首歌 Heroes 其實就是 David Bowie過身之後 連德國柏林 即是德國的政府 都要多謝他 因為當年推翻柏林圍牆 他是有一定的功勞 是的 這首歌是有一定的功勞 是的 當年 德基 Bowie 都是在這個 就是柏林 在德國那時候 還是婚姻東西德的時候 都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德國居住過 就是 就是 在那時候 寫Heroes 是的 這首歌 所以 都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當然藝術價值也是高的 所以就 讓大家欣賞一下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剛這一節 講完Labyrinth之後 幾有趣 我們這三節的電影 的年份都是六字尾 原來都是 咦 這麼巧啊 是的 今次我們第三節講的這一部 其實都是一部相當出名的作品 但我相信 其實我都不再多介紹 裡面說什麼故事 因為這部 《The Prestige》 即是香港的 《死亡魔法》 這部我都相信 不用多介紹 主流商業片裡面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 會不認識 Christopher Nolan 已經是 以及這部電影 亦都可以說被稱之為 其中一部 銷魯的佳作被稱之為 是的 與David Bowie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David Bowie這部電影 當然不是主角的角色 但是他在這部電影 就演了一個 在歷史上真的有出現過的一個 甚至後世現在都很多人 將將樂道的一個發明家 就是 Nicola Tesla 就是 大家現在用的 大家用電 這個交流電 都是不直去發明的 交流電 是 外迪生發明的 即是發現 沒有說發現 好像比較好 這個其實是直流電 其實交流電 就是Nicola Tesla 他去 發現或發明 我都很斟酌這個字 OK 說回David Bowie這部電影 裡面的角色 畢竟 與前兩部相比 其實我當年讀書的時候 看這部電影 其實我都不知道 這個人就是David Bowie 因為為什麼呢 甚至乎 原因是 其實與我們剛才前兩部相比 大家如果一看到這張圖片 如果看到這張圖片 他會看到 David Bowie 突然變得很官仔骨骨 甚至乎是扭鬆的 所以這個造型 不像他的風格 但是Nicola Tesla 這個人在歷史上的意義 亦都相當之重大 剛才阿朗所說的 就是Nicola Tesla 是相當之推崇 用交流電 來取代直流電 但是他無奈 他只是一個發明家 不是一個商人 Edison就是一個商人 我們讀書的時候 一直都認識的發明大王 就是愛迪生 但是其實當年 同一個年代 是的 在那時 Tesla和愛迪生 應該用這個說法 兩個人是一時如量的 其實是 但是也觸發了兩個人 對直流電和交流電之間 跟這兩個主張的競爭 於是乎 如果大家也有看過 《死亡魔法》這部電影 其實就這樣聽我們說 Nicola Tesla的這段故事 會不會發現到 有少少端逸呢 這兩個故事 其實真的很像 Hugh Jackman和Christian Bale 在這部電影的對決形態 兩個出身不同的魔術師 在他們身處的年代 科學知識 還未算好像現在 那麼流通 於是在那個年代 對於一些魔術表現 可以說是相當瘋狂 或是著迷 而這個狂潮 也可以說是 導致了這場悲劇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因素 其實也是 好像外地申和Tesla 在電力科學 在那時來講 是發展屬於一個 起步階段 在這個起步階段的時候 又是一個 對於電力科學的一份 這種狂熱的一種 狂潮裡面 裡面的明爭暗鬥 當然他最終出了名的就是 外地申 即是真正地 對 出了名 其實套戲裡面也是 真正出名的那個 是個商人 也是一個魔術師 出名的也是一個魔術師 但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商人 就好像 Thomas Edison 和Nikola Tesla Thomas Edison 他是一個比較 厲害的商家 所以最後 他也是出了名的 嗯 但到了最後 其實 要講多一點 就是Tesla 在那時候 是和外地申一起工作的 但結果 就是Tesla 被促出了外地申 去一間公司之餘 甚至乎被流放 甚至乎被稱之為 一個很容易端的一個人 這個可以說 是一個相當之悲劇 當我們今時今日 還在 即是我們是很享受 是的 享受著科技 帶給我們一些 好處 或者方便 但我們也是 沒有什麼人會知道 當年 其實是發生過 這樣的一場對決 其實可以說 是的 當然 這個 在歷史上 Nikola Tesla 和在電影裡面 David Bowie 所飾演的Nikola Tesla 他們是有些分別的 例如 真人 據聞是比較 神經質 更加之神經質 更加之神經質 是偏執狂 甚至乎 聽說Tesla 去到一個晚期的時間 聽聞是科學到被稱之為 是的 這個電影裡面 基本上就是 純粹拿了一個名字 拿了一個很 rough的背景 之後就創造了一個新的角色 可以這樣說 但是 Div. Bowie 裡面的Tesla 某程度上 在電影裡面的Tesla 還在堅持它自己的電力研究 甚至乎 研究出了一部 很可怕的機器 是可以 令到Hugh Jackman 在他魔術表演的創作 乾敷的時候 為他帶來一個很 一來驚奇 但這種創意 也可以直接毀滅它 對 當然這個故事裡面的背景 我們不說太多 如果是劇透了大家看也不好看 如果沒有看過人 但要留意科學上 現在還未有一部真的這樣的機器 有的話也很可怕 對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有點奇幻的成分 科幻奇幻 應該說 對 已經超越了科幻 我覺得奇幻 它其實是一個很 怎麼說呢 它拍到好像很現實 但其實背後那個籃 是一個奇幻的籃 對於你來說 裡面的科學說法 還未說服到你的 這部電影裡面的 可以這樣說 對我來說 其實把一個歷史人物 放入一個 因為這個故事 畢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其實也不單止 唯有在電影內容裡面 是有更多的討論 或者解讀空間 亦是想令到電影的主題上 的展示 也可以進一步深化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Niccola Tesla和愛迪生的 這個對決 以及Hugh Jackman和Christian Bale 在電影裡面的對決 其實兩個是相通 都是為了 對方神仆於自己 可以為了追逐名和利 於是把所有 一些道德 全部都 扔掉一二變 已經是 而且這部電影裡面 也好像電影裡面說的 其實魔術和戲法 都只不過是用科學 造成的一套染眼法 如果聰明的人 未必會這麼容易落入其中 但最重要的是 你想不想被他騙到 最重要的是 嗯 嗯 那現在 這套戲裡面 大家看到的David Bowie 跟之前那兩套 其實都很不同 現在變成一個官仔骨骨的人 其實David Bowie 永遠都做一些你猜不到的 你之前看見他很奇怪 現在看見他正正常常 你之前看見他唱英文歌 原來他有唱過中文歌 是嗎 他唱過一首 林直填詞的歌 嘩 還要幫David Bowie填詞 這首歌 挺較榮幸 對 其實本身David Bowie 他作了一首歌 也有一首英文版 但是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把這首歌給林直 重新填詞 把它變成 可以說有少少不同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這首歌 欣賞一下另一面的David Bowie 嗯 這首歌叫做 7 Years Tibet 是 西藏的七年 好 大家欣賞一下 David Bowie如何唱中文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就 講完這個死亡魔法之後 今晚最後一節講的這部 David Bowie主演的電影 其實我們在樂器迷 大概2013年聖誕節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介紹過的了 在這個題目裡面 介紹這部電影 所以都不多花篇幅 怎樣去介紹這個故事 這一部 就是1983年的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中文名就是 戰場上的快樂聖誕 當然是 這部電影當然相當之出名 除了David 相信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 多數除了為了看David Bowie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很著名的日本的音樂家 版本龍一教授 除了他之外還有筆野舞 筆野舞 筆野舞還很厚生 其實是一個傻家奸的人 是的 要講回兩位音樂人 其實可以說是風華正貌的年代 其實也是 在這部電影裡面 這部電影裡面 也都在注役著一份很悔傑的 同性之外 在這部電影裡面 但是在日軍戰夫的集中營裡面 同性戀就好像電影的主題音樂 就是Forbidden Colors Forbidden即是禁止 的確同性戀在集中營裡面被禁止之餘 甚至是要切福謝罪 不是切什麼謝罪嗎 我應該給你什麼反應 那時候來過是切福謝罪 被捉到你 有同性戀就要切福 這個壓抑封閉的一個角度 還有一些不被容許的情感 其實都是大島主的電影 都有著的元素 這挺有趣的 大島主的一個日本導演 但是都拍過最少兩部 就是就我所知 最少兩部 包括這部電影的 英文電影 除了這部還有哪部 我待會會再說 對了 但是除了同性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友誼 這部電影裡面 是有一些關於 關於 在戰俘營裡面 日軍和英軍之間 除了敵隊 甚至乎可能是同性戀之外 還有一些很純真的友誼 Mr. Lawrence 周旋在日本人和英國人之間 但是這部電影裡面 有一個很巧妙的地方 就是他怎樣 要展現他 怎樣去處理 一個東方人和西方人 對一些價值觀方面的衝突 是 那David Bowie在這部電影裡面 也是用他一個 金髮帥仔的形象去 嘩 這些咬手指 都是令人 都相當之有遐想 你有遐想嗎 嗯 哈哈 繼續說吧 哈哈 是啊 這個 集中型裡面 這個戰俘營裡面 版本教授都被他 又不能說迷滑了 但是在那個鏡頭 那個很著名的鏡頭 你都看到他 那個樣子好像有些心動的樣子 嗯 David Bowie 昇演的這個 Jack 可以說 英俊得來 又是很神秘的一個人 其實 但是他自己 這部電影裡面 都是某程度上 是象徵了一些很自淫的思想 其實這一點 和David Bowie 他自身的性格 其實都很吻合 就是David Bowie 我們一直都說 他是一個很前衛的一個人 當然 前要說的是 他自己也是一個 思想方面 一個很開明的一個人 所以這部電影裡面 角色的性格 和他是吻合的 而電影裡面 最經典的一幕 當然 甚至乎 現在都是為人津津樂道 就是David Bowie 的世紀一文 為了救英軍隊長 在版本教授臉面 親吻了 這個畫面 是相當震撼而有力的 嗯 這裡又可以說說 多一點關於David Bowie 其實多年 David Bowie 曾經出過櫃 他是雙政戀 是 曾經出過櫃之後 他後來又收回這個言論 又說自己很後悔說這件事 就說自己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他的性取向 一直都很無故 他有家室 有兒子 但是他又曾經出過櫃 也有傳過他和其他搖滾的明星 有過一手 是男星 搖滾明星 所以 到頭來 其實 到現在的所有事情 關於David Bowie 都有一種神秘感 也有少許模糊 大家都不可以確定 到底他真正 最暗底的心底裡的性取向是甚麼 到底他的人真是怎樣 所有事情都很模糊 很神秘 就好像這個角色 到現在大家都可能 都喜歡聽David Bowie的歌 甚至他的形象 但其實好像對於他的私生活的一些性取 都好像有些盲人魔障的感覺 當然 也是關於David Bowie 其實他都很收藏自己的 例如他有了癌症 那麼多個月 都不對我公佈這些 都是其中一個 你看到他很保護自己 很收藏自己的私生活的一個人 所以其實 真的和這套電影裡面一樣 是有一種神秘感 無論是現實 還是在電影裡面 他都有一種神秘感 是的 剛剛講的這個 世紀一文 David Bowie 不單止是為了救人 而且這個行動 可以說是 宣示了在電影 長久以來壓抑著的那份情感 可以說是 而當David Bowie 當然這個世紀一文 都不是沒有代價 最後當然要被鑑藏埋在土地上 等死了 當版本教授 將他自己 對不起 將David Bowie 一旁的頭髮 即是一執頭髮 切低 小心收起的時候 其實不單止是對於 軍人和軍人之間的一份 尊崇 亦都是紀念自己 連自己都不敢承認 他自己心愛過的人 的一個方式 是的 於是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相知心情的一次 這部電影 亦都是令到 版本教授一直以來 跟David Bowie 好像都有聯繫 是的 他們之後一直都是好朋友 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當然大家都是聲聲相識 在音樂上大家都是有著很厲害的才華 是很卓著的成就 對 例如版本教授最近 這個復仇俑者 他負責去 都是粗刀配樂 其實版本教授 如果參演的電影作品 就好像僅似這一部 只有這一部嗎? 好像是 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 但是後來 配樂他差異過很多 很多 末代皇帝 普怡等等 亦都有 還有 當然大刀主義 愈法度 都是版本教授 他自己操刀 甚至去到 現在 這個 這個 自家更上感的 復仇俑者 是的 也是版本教授 親自操刀 裏面的配樂 而無讀有偶地 版本教授 亦都是在之前 我記得是那時候 雨傘革命那時候 才知道 版本教授 是有了鼻炎 不過 現在好像是 剛剛好回來 剛剛好回來 就參與這部 新片配樂的工作 所以 David Bowie 就癌症過身 都希望 版本教授 亦都可以 健健康康 是的 我覺得 好像來到這個時候 這個時代 開始要慢慢接受一些 有豐功偉績的偉人 開始逐個逐個離開我們的損失 版本教授 最近 David Bowie 過身後 他首兩天都沒有出過 任何聲明 是的 我想可能 都是因為 那兩天之後 他說到現在都不太敢相信 這個新聞 因為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David Bowie 其實跟他身邊所有的人 都沒有公開過 說自己患有癌症 他沒有直接說 但其實他是有暗地裡的說 是的 一會兒我們會播一首歌 就是我們今晚最後播的一首歌 那首歌裡面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 其實新聞之前都有播這首歌 因為就是 David Bowie最後一首 《Deflash By》裡面的 其中一首作品 這首歌裡面的MV 其實是 雖然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David Bowie是患病 但其實他的MV的造型 那個動作 所有的東西 都令人看的時候 覺得 咦 他是不是 自己 為了 他 預知自己會 有離開的一天 於是 拍了這一部的MV 是的 這首歌《Lazarus》 就留給我們後世的樂迷 或者其他人 是有很大的幻想空間 這首歌的藝術性 也是很高的 也看到David Bowie 他很敢去突破自己 他用的樂器運用 也是跟之前很不同的 有樂迷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也有樂迷覺得沒有之前那麼好的 這也是David Bowie一貫以來的作風 你猜不到他做什麼 我都不理你了 他就是有一種思想 想表達給大家聽 不知道 是不是他想告訴大家 他就是過世了 我們樂迷就 樂迷 今晚就來到這麼多 希望 David Bowie 雖然都過世了 但是 也相信 他所有的音樂 都會一直流方發誓 而且在後悔 還有 也希望 所有關於他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首歌《Lazarus》 Lazarus 就是聖經故事入面 Lazarus 這個人 本來是死了 但是被耶穌私人其職 復活了 也希望 還有一些遺產 一些文化遺產 這些文化遺產 都可以一直保持著流傳 不要讓它消逝 因為都是一個相當之寶貴的 一個人物來的 David Bowie 今晚的樂器迷時間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的樂器迷會暫停一閘 再之後的星期呢 因為猴年章志 和新年都快到了 我們就說一些和猴有關的電影 我們選了四部和猴有關的電影 對 剛才我說大老主拍過兩部英語電影 除了《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裡面還有一部叫《Max Mon Amour》 名字是法文名字 但這部電影中的主要語言 都是圍繞著英文和法文的 所以 這是其中一部 另外還有三部 大家密切留意 好了 再下個星期的同樣時間 繼續和大家一起樂器迷 各位觀眾馬安 拜拜